今晚我們進入《約翰福音》第三章 這時候耶穌已經開始傳道有一段日子 他吸引了一個德高望重 而且十分熟悉舊約律法的法利賽人 就是這個叫做尼哥底母 這個很特別的人是晚上找耶穌來講信仰的 四卷福音書只有約翰福音寄下他們談話的內容 約翰也在約翰福音第七章和第十九章 有再提到尼哥底母這個人 整本聖經就只是約翰福音這裡有提尼哥底母 在第三章就是我們今晚要查的 耶穌和尼哥底母來談道和他傳福音 這段經文這個故事 相信大家在主語學或者聽道都已經讀過聽過了 不過今晚我們就要深入一些 來明白耶穌和尼哥底母怎樣解釋救恩 由於這一段經文是耶穌親自來解釋 罪人怎樣能夠和聖結的神建立關係 所以我們一定要細心地去探討 因為這個是和你和我得救也有切身的關係 也是和我們傳福音的時候也很有關係 今晚我們要看十七節的經文 我將第三章一至十七節分成七個部分 在講義上面就由A至G總共有七個部分 首先我們要認識尼哥底母這個人 然後耶穌一開始就提到重生 究竟重生是指什麼呢 第三這個重生是耶穌說是水和聖靈生的到底是指什麼呢 第四耶穌提到聖靈的工作有什麼特點呢 第五就是耶穌解釋這個救恩 他自己有什麼資格或者權威 來令尼哥底母應該信服的呢 還有今天我們應該是信耶穌所說的 他有什麼資格和權威呢 第六那神是怎樣來成就這個救恩呢 耶穌在這個特別提到一件歷史上是猶太人都知道的往事呢 就是摩西在曠野舉起銅蛇這個和救恩有什麼關係呢 然後最後呢我們都要來探討就是 耶穌和尼哥底母傳福音了 尼哥底母有沒有信耶穌呢 很多時候我們會想耶穌和祂傳福音一定得啦 祂一定會改得救啦 是不是呢 我們一會兒來看 現在我們要進入 約翰福音第三章1-17節 我們首先認識尼哥底母這個人 我就讀第一第二節和第十節 有一個法利賽人叫做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 這個人晚上來見耶穌就說拉比 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做師父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職呢 如果沒有神同在是沒有人能行的 而第十節呢 耶穌跟尼哥底母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那從這三節的經文我們可以認識到尼哥底母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首先 約翰說這裡一個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是猶太人來的 在猶太人當中呢 當時呢 是有成幾千人那麼多的 這一班的人呢就大概在主前 二百幾年呢 就已經成為一個團體的了 他們開始的時候呢 是一班很敬虔的猶太人來的 他看到旁邊的猶太人呢 都很吵架 即是離棄神呢 那段時候呢是很黑暗的 不單止他們是忘了國的 而且呢 最後一個舊約的先知馬拉基呢 講完話之後呢 就有四百年的時間直到耶穌出生 神是沒有講過任何的東西的 那段黑暗的時候呢 歷史上就叫做the silent years 即是好像神已經放棄了他們 神是沉默的 是沒有說話的 那些人呢你可以想像在那段時候呢 那些人更加呢 是沒有心去尋求神的 獨有一班人呢 就好像跟其他的猶太人 好像分開了那樣的呢 就是他們呢特別注重舊約的律法 也都是很努力地來守住這些律法 那這一班呢 就叫做法利賽人了 那應該是很好的 但可惜呢慢慢呢 這班人就變了側了 他變了是看不起旁邊的人了 因為覺得他自己呢比其他人好好多 只有他們呢 然後才真正呢 是能夠被神所接納的 所以慢慢這個驕傲呢 也都造成他們呢 很注重外表那個表現 做出來給人看 譬如耶穌罵他們 有時候站在路口那裡祈禱啊 故意給人看得到啊 捐錢又要給人看得到啊 變了一個形式化變成外表了 慢慢呢 就不著重內心的敬虔和聖結了 總之外表呢 你擺出一套 很虔誠的樣子 你就行了 人又稱讚你 神又稱讚你 到了耶穌基督的時代呢 這一班的法利賽人呢 耶穌就罵他們 罵得很厲害的 因為呢他們是 變了一班假務為善的人 所以呢 在馬太福音第23章 你很少 看到整張的聖經 耶穌是罵得那麼厲害的 我在講演這個第一頁呢 我又記載了一些 是耶穌對他們的責備 耶穌說他們能夠說 但是不能夠做 他做的事呢 就叫人來看到 罵他們假務為善呢 在一張聖經裡面 罵了七次 又說他們是無知核眼的 又說他們是盲眼的 打領人的行路 說他們是蛇類 毒蛇之種 說他們是粉色的墳墓 外出很好看 但是其實裏面呢 是充滿了死人的骨頭 那麽那麼污衛的 那麽呢 又說他們呢 是殺害 先知者的子孫 那麽呢 後來那個 蘇羅 也是逼迫基督徒的 那麽呢 他後來悔改 就改了名叫做 保羅 但是他之前呢 他都是 那些的 法利塞人呢 是 反對耶穌 迫害那些跟隨耶穌的人 連耶穌後來被釘死呢 這些法利塞人都有份 來到借著羅馬仁的手 來到是誤告他來害他 就將他釘上十字架 那麽所以呢 這個尼哥底墓呢 本身是 這一班的法利塞人 但是呢 稍後你會看 這個法利塞人 似乎很不同 這個法利塞人呢 不是好似一般的法利塞人那樣 只是著重外表 他知道他心裏面那個情況 他知道呢 憑著他做了這麽多的事 這麽熟聖經 這麽努力的去行善 但是呢他知道 是跟神的國母分 好了那麽尼哥底墓呢 這個名字呢 其實呢是 希臘文藝來的 因為呢在主前大概200年左右 就是希臘統治的皇朝 由阿力山大大帝開始 但他們只有200多年而已 但是呢 他樓下很深重影響 譬如希臘文 新約是 用希臘文寫的 希臘文很多的文化呢 也都是保留了 是到羅馬人的時代 所以這個 Niko呢 就是今天那個Nike 大家穿的鞋 Nike 那個其實是希臘的字來的 原文是希臘字來的 那個意思就是德聖者 Demus Demus就是人民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德聖的人民 那你第一次說他是猶太人的官 他怎麽做官呢 那我這裏 Nox都有說呢 我相信他所謂的官呢 就是在猶太人那個公會或者議會 這個是猶太人最高的權力機構 是羅馬人授權 有大概70個 德高望重的長老 是由全部清一色猶太人 就由他們來管治自己猶太人 就是以而制而 這個是羅馬人很聰明的方法 給他們有這個 審判的權力 就是他們可以定人的罪 除了罪而不中的罪 死罪 還是需要羅馬人入口 但是其他所有民事的訴訟 他都是最多 猶太人就告到去工會那裏 就由工會 他們這一班的領袖 是來到做仲裁的 所以這裏就叫他做猶太人的官 相信 這個尼哥底母 在這個工會裏面 是一個相當 相當 吃重的角色 甚至有人說因為他也是 做教導的工作所以第10節 耶穌是說你是 以色列人的先生 即是他是 教教約的 所以他應該 是很 所謂highly respected 這個人 夜晚來見耶穌 夜晚來見耶穌 為什麼夜晚來見耶穌 大家猜疑了2000年 第1第2個解釋 都很多人 是用的 第1個解釋 就是他 不方便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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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很大的疑惑 他需要來找耶穌 有很安靜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來跟耶穌談 那麼 日後大家都忙了 他領袖耶穌也忙著全道 所以就選擇夜晚的時間 讓他們可以靜靜地談 這個我覺得 是幾有可能 可能第一第二 原因都有可能 第三個原因 少些人是提的 但是也不是沒可能的 就是說 這個尼哥底墓 不是完全有善意來見耶穌 那麼突然來見耶穌 原來他是有任務在身的 他的任務就是要代表議會來探一下 耶穌的虛實 因為耶穌在這個時候 只是出來傳道了一段時候 但是已經很轟動 因為 因為他也會行神跡的 天天走在人面前行神跡 連施洗約翰的門徒 都轉去跟耶穌 所以耶穌一出來的時候 那個風頭 是很厲害的 那這些法利塞人 為了要摸一下他的虛實 就有些人說 可能這個尼哥底墓 就是來臥底 來問一下耶穌探聽一下他的口氣 看看他到底 這個人是怎樣的 我自己覺得 這個未必會有很可能 因為你從他整個跟耶穌談話 更加重要的是從第七章 以及以後第十九章 我看不到尼哥底沒有任何 的惡意 要來到 莊耶穌 是來到探 探路 我見不到有任何的惡意 我見到很多的 誠狠 他真是心中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 就願意來到耶穌面前 赤路闖開 這個是有相當勇氣 相當的誠恨 然後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 是第1第2個可能性 是大於第3個可能性 好了 他稱呼耶穌做什麼 他稱呼耶穌做拉比 拉比 拉比就是先生的意思 他說拉比 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做師父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神派來 地上來做師父 但是他叫他做拉比 拉比也是一個人 是對老師的尊稱 所以他又看到耶穌行神跡 他覺得 這個是有神與他同在 他才能夠行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他也是做師父 他又是 有 能力來行這個神跡 所以他一定是神差派 他來的一個很特別的人 你的底部沒有想到這個 原來是神自己 從天上來到 成為人 但是仍然都還是神 亦神亦人 這個 不是神啟示我們 我們沒有一個人 能夠理解的 所以 即使熟讀 舊約 好像尼哥底母 都只是當 耶穌是一個 很有學問 還有很有能力 還有 神是與他同在的一個 很特別的人 好了 我們在 這個地方 我們就知道 尼哥底母對 耶穌的 認識 是未是很全面的 他只是認識 耶穌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所以他一定要來 問耶穌關於 可以和神的國有份 或者是得救這件事 他一定要來問耶穌 第三節 耶穌就回答他 第二節 就是講這個人是見耶穌 第三節就是耶穌回答他 請問 他尼哥底母的問題在哪裡 問題 在這裡沒有記載 所以我這裡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 他問耶穌 但是若翰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沒有記下來了 或者他覺得尼哥底母問的 耶穌回答他的時候 已經看到他問什麼 所以都不用記下來了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耶穌根本就 read他的mind 一看到他已經知道 這個 也都不出奇的 因為你記得在第二章 我們就一次查到 第二章尾的時候 是說 很多人跟隨耶穌 因為耶穌會行神跡 耶穌又講道帶著能力 很多人說信他跟隨他 但是耶穌是看到那些人的心的 第二章尾那裡就說他沒有將他自己 交給那些人 即是他沒有信過那些人 因為他看到那些人的心 不是真的信他的 第二章 二十四、二十五節那裡說他知道萬人 這個知道 是很深切地知道人心中的意念 這個是神的能力 不是人的眼光 是神的能力能夠 知道人的心思意念 也都不需要人告訴他 不需要見證人 因為他知道人心中所存的 所以他一看尼哥底墓 他已經知道 尼哥底墓未來找他 他已經知道尼哥底墓來找他做什麼 所以他不用說 如果是真的第二個可能性 就他這裡有行了一個神跡 這個神跡 只是尼哥底墓知道 可能若翰也在那裡 他就知道了 尼哥底墓不用開口問 耶穌已經知道他 耶穌就回答他 耶穌回答他 就提到重生這件事 他說我實實再再告訴你 很嚴肅的 是很重要的 耶穌跟他這段的談話 十五節裏面 三次說 我實實再再告訴你 所以 這裡我們都要很留心 因為耶穌要跟尼哥底墓說 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關係到 救恩的問題 他說人若不從生 就不能 見常的國 這裡講到 born again born again 這裏我又要給記憶相給大家看一下 是近代 是很熱門的題目 很多很多的書 是講到這個 born again 我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這個born again this way How to be born again 我會陪你寫的 你怎樣才能夠重生呢 born again 全部這些書 都是教你 怎樣可以重生的 Charles Colson 是born again How to be born again and avoid hell Now that you are born again 所以born again 很多 很多的書 都講到 是要born again 怎樣born again 好像是有教材 教你怎樣 你才能夠born again 但是其實 耶穌在這裡已經是 告訴尼哥底墓 一會兒我們不用看書 我們單單從耶穌解釋 給尼哥底墓聽 什麼要重生呢 我們已經 了解到 我們怎樣能夠重生了 耶穌說 你要 要 見神的國 你要跟神的國有份嗎 你一定要 重生 一定要重生 那 我們可以從耶穌的回答 我們來到 在想 尼哥底墓問的 問題是什麼呢 他的問題很明顯就是 耶穌說我怎樣才能夠 同神的國有份 是不是 然後耶穌就回答他 你要重生 才能夠同 神的國有份 我們又要來揣摩一下 為什麼尼哥底墓 會有這樣的問題 在他的心那裡 他的心一定是在想 就是說我已經 在 宗教裡面有這麼崇高的地位 我又看了這麼多舊約的經書 也都教舊約的經書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非常奉公守法 一個行為很好的人 一個很虔誠的人 但是他的心裏面就是 為什麼我都覺得 我和神的國是沒有份的 這個 看到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 他不只是外表做足 他就覺得很自滿 可以了 他知道是不行的 他知道外表 他怎樣努力 但是他心底 他很清楚 他和神的國沒有份 於是 他心中就有這個憂慮 有這個困惑 所以他要來問耶穌 我怎樣 才能夠和神的國有份 耶穌就回答他 你要和神的國有份嗎 你要再 生出來 你要再生 重生 born again 這裡很明顯 耶穌不是叫我們 捐回到媽媽的肚子 稍後我們會看 尼哥底部 問耶穌 難道我 我真的老了還要回到媽媽的肚子 這個 當然他是知道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不要笑尼哥底部 以為他不明白 尼哥底部是明白耶穌說的 但是他是覺得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事實上真的沒有什麼可能的 一個人怎樣可以生自己呢 怎樣可以重生呢 我這段託史 我們講到重生的時候 第一 重生就是我們要有生命 我們有回生命 有回生命 即是說我現在是沒有生命 沒有生命是什麼 沒有生命就是死 死了的人才需要重生 如果我已經是有生命的話 我是不需要重生 明顯這個不是說肉體的生命 因為我們每個人 還活在世上我們都有這個肉體的生命 所以耶穌說這個 這個是一個熟靈的生命 死了 我現在要重生一次呢 是來到有回生命 即是說我曾經是有過這個熟靈的生命 神做我們人的時候是給這個熟靈的生命 我們的靈魂是死的 我們是需要重生 好 有沒有寶寶是憑著她的努力所謂她出生呢 她的出生跟她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然她是出生 但是跟她的努力跟她的功勞是完全沒有關係 嬰孩出生不是憑自己的努力 不是憑自己本身有什麼功德 完全是她父母賜生命給她的 也是神透過父母將生命給過她 所以重生就不是她嬰孩做了什麼 而是她嬰孩接受了什麼 她接受了父母從神給她的生命 這個是耶穌說重生的意義 這個尼哥底母聽得懂 但是我覺得對尼哥底母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因為尼哥底母鑽研了舊約幾十年 她知道是要遵守律法 這個是舊約要他們遵守律法 她一向都是想我努力的遵守律法 我就可以跟神的國有份 遵守了律法是不是可以得救呢 是可以得救的 如果你能夠完全遵守到律法 一條律法你都沒有犯 你是可以得救的 你不需要諸耶穌 問題就是人是沒有辦法做得到的 人是沒有辦法做得到 因為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的靈魂都已經是死的了 我們有一點點良心在我們裡面 因為我們都有神的形象 這個破碎了的形象 因為罪破碎了的形象 都有一點點殘餘在這裡 所以有些人他真的良心是強一點的 有些人是會做多些好事的 有多些人是正直 有些人是正直一點的 但是大多數的人 如果我們不是有神來改變我們 我們都是會變成很差的人 很自然 像小孩子那樣 你不教導他 很自然他會學壞的 他不會學好的 所以罪性在我們裡面 因為我們的靈魂是死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 憑著我們的努力去賺取救恩 這個跟尼哥底母的出生 是很不同的 尼哥底母就是要憑著我的努力 去到神的國 被神去接納 我還有什麼東西 我是需要做的呢 大家記得 馬歐福音 應該第七章 有個年輕人 跑到耶穌那裡 來問耶穌 我還要做什麼 才能夠承受救恩 是不是 我要做什麼 這個人很自然的 其實所有人的宗教 除了我們信的基督教 所有其他人的宗教 都是說我自己要修煉 我自己要做好些 我自己要努力行善 來達到那個宗教的目標 這個是所有人的宗教 甚至有些基督徒 他都是在想 我怎樣能夠是努力的 來到賺取救恩 所以這個是推翻了尼哥底母 那個根深蒂固的思想 耶穌是告訴他 你好像寶寶仔那樣 被你父母生下來 你是沒有任何事情你做到的 你沒有你的努力或者你的功德 你的功勞 你過去所做的一切 其實你是枉廢氣力 是沒有用的 你要全部要重新來過 是要將他那個那個 怎樣尋求神 那個根深蒂固的思想 是完全是要他聘氣了 重新來過 你說這個對他的打擊 是多麼大呢 非常震撼的 好了 那麼這個信息 也是所有不得救的人 都要明白的 就是當你跟他傳福音的時候 你是告訴他 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 成就了這個救恩 當然第一步 他才知道他是罪人 他需要救恩 他自己救不了 他自己的努力 是沒有辦法可以幫助他到神那裡 他認識了這個之後 他就認識主耶穌就可以救他 只有主耶穌能夠救他 那麼這個呢 在我律師第三頁底下 第四頁頭呢 我就括了以律所書第二章 我們很熟悉這節的經文 保羅說你們得救是本父恩 恩典 什麼是恩典呢 白白得來的 不是靠你的努力賺回來的 也是恩著信 信就是打開心接受的 不是出於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功勞 乃是神所賜的 是神賜給你 這個生命是神賜給你的 不是出於人的行為的 免得你可以自誇 說是我賺取回來的 我多好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 賺取這個救恩 是神白白的賜給我們的 好了 我們來看看 尼哥底母的回應是怎樣的 第五節 第六節 對不起 第七節 耶穌說 對不起 在前面 未到第五節 他說 怎樣能夠得呢 人老了 怎樣能夠重生呢 豈能再盡武福生出來媽 生出來媽 我們看下去 第七節 耶穌說 你不要以為稀奇 即尼哥底母的回應 怎樣能夠重生呢 難道我回到媽媽的肚子 這個不是他不明白耶穌說 他是太明白耶穌說 以至於他覺得很稀奇 覺得很稀奇 耶穌也知道的 他的稀奇就是說 那怎樣有可能呢 因為寶寶仔生出來 你要我 生出來的話 我自己怎樣能夠生到自己出來呢 沒有可能的 你沒有可能 寶寶自己生出來的 於是第五節 耶穌就解釋給他聽 這個寶寶是怎樣生的 他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第二次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他說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所以耶穌這個解釋給他聽 重生是怎樣能夠重生呢 重生是要水和靈來生你 這個水和靈是什麼呢 有些人一見到水 他就說當然是受浸 有受浸就是水 當你受浸你就得夠 是不是呢 耶穌在這裏是不是講受浸呢 雖然之前有施洗若寒 在約旦河那裏跟那些人施浸 耶穌的門徒後來又跟人施浸 那個是悔改的浸 那個不是我們今天的浸禮 今天我們的浸禮 是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的罪 釘了十字架又復活了 所以今天的水禮 就是象徵和耶穌同死和埋葬 然後做同復活 但是耶穌講這一段的話的時候 他都未上十字架 所以他不可能在這裏叫你那個底部 你去約旦河那裏浸一浸 這個水一定是指其他東西 然後他又提到聖靈 是水和聖靈一起 聖靈我們知道是三位一體 當中的第三位 即是這裏是講到神要生你了 又說要用水來生 神用水來生我們 那這個呢 我就說一定尼哥底部會明白的 尼哥底部的稀奇不是他不明白 尼哥底部的稀奇呢 是他說為什麼能夠這樣呢 好了水和靈所生的呢 這個底部的稀奇 我一定會知道耶穌是講的 以西結書 我要給大家看 以西結書第36章 25至28節 就解釋這裏耶穌講的水和靈生 是什麼意思 這裏說我必用清水 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是誰做工作呢 是不是我們呢 一點都沒有我們的工作在這裏 這個我是神 神說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 你們就是我們了 就是罪人的身上 用清水來結淨我們 你們就結淨了 我要是神說 我要來結淨你 使你脫離一切的污衛 氣掉一切的偶像 聽到神說我也要賜給你 是神主動的 神要賜給我們什麼呢 給我們換心 賜個新的心給我們 把新的靈放在我們裏面 把這個靈 是聖靈 是祂的靈 放在人的裏面 又要從我們的肉體當中 就拿走我們的鐵石的心腸 那個被罪惡呢 是弄得完全是鐵石心腸 不會去愛神 不會去尋求神 神會將一個新的心 一個柔軟的心 是給我們 賜給我們肉的心 然後呢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裏面 又是福尚哈上面呢 就是會賜我們一個新的靈放在我們裏面 使我們呢能夠信從律例 我們都是要遵守律例的 不過不是憑我們的努力 但是憑聖靈的工作在我們裏面呢 來到信從到神的律例 謹守遵行神的典章 然後祂說 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裏祖的地 神會將地是賜給那些信祂的人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的神 大家看到這裏呢 全部這裏呢 都是神所做的事的 沒有一樣是那個罪人做的 那個罪人接受而已 那個罪人信就可以了 那個罪人是打開的心 伸出兩隻手呢 接受就可以了 全部的事呢 是神做的 尼哥底帽呢 一向都非常努力 但是耶穌是告訴他呢 是全部是神的工作 原來人得救呢 是神的恩典 我們只是信接受 不是因為我們自己 是神所賜的 不是出於我們的行為 免得我們自誇 好了 那我們看看尼哥底帽的反應是怎樣 上面講呢 第七節呢 就說他覺得是稀奇 所以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他覺得很詫異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所以他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這個是第九節 尼哥底帽第九節 問耶穌 當耶穌第八節 告訴他 這個風是隨著意思出去 你聽到風的響聲 你不知道風從哪裡來 去哪裡去 聖靈所生的呢 也是這樣 就是說 神的能力 聖靈重生的人呢 是完全是神的旨意 不是人努力所得出來的 是神按住他的尾意呢 是到時到後呢 聖靈的風吹到 人的心就會知罪 會認罪 會接受救恩的了 尼哥底帽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他沒有聽過 因為舊約聖靈和聖靈的工作 不是很明顯的 所以難怪他說 他是不懂 不知道 然後耶穌回答說 有一點點諷刺的意味 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你都不明白嗎 那 是不是舊約都有聖靈 他都應該明白呢 如果細心看舊約 舊約三位一體 其實都已經在了 舊約聖靈呢 就會充滿一些人 讓他可以做到 神要他做到的事 但是當他 不是跟神做事的時候 神的靈下可以離開他的 但是到身約的時候 神的靈是住在我們 每一個信主的人的心裏面 是不離開的 是在我們裏面的 好了 那麼耶穌就答他 就說 風隨著意思吹 隨著誰的意思 隨著神的意思吹 聖靈的工作 就是神的工作 完全不是因為人的努力 或者人的意志 乃是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的旨意 耶穌就知道 尼哥底母聽到這裏 開始就不是太明白了 不是太明白了 因為耶穌在下面 有用了幾個筆字 來形容尼哥底母當時的心態 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十一節 耶穌就第三節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那這裏耶穌說的 因為耶穌在這裏 已經跟他說聖靈的工作 所以在這裏你會留意到 第十一節耶穌說 我們所說的 那現在耶穌跟他說 為何用眾數呢 這裏有三位一體 我們所說的是 我們知道的 而且耶穌這裏的意思就是 這裏耶穌在做見證 第一章 兩個約翰做見證 第二章 耶穌開始行神職來做見證 然後呢 是有其他人為他做見證 第二章 第一章 有其他那些門徒 為他做見證 去到第三章 耶穌來講 他自己為自己做見證 但猶太人是說 你自己做見證 那你的證人在哪裏呢 那就是說 都有證人 所以耶穌是 去到耶穌第八章的時候 那些快賽人質問他 他說你做見證有沒有人 做你的見證人 那耶穌說 天父就是我的見證人 所以耶穌這裏是說 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 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 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所以在這一刻呢 尼哥底墓是不能夠接受的 他是很稀奇 但是他未能夠接受 第十二節 耶穌說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 你們尚且不信 即是他不信的 第十一節說 不領受耶穌的見證 這裏十二節就說尚且不信 耶穌說地上的事他都不信 如果說天上的事他怎能夠信呢 即是不信 然後呢 耶穌就把他的權威和資格 是告訴尼哥底墓 來到呢 希望堅定他的信心 因為耶穌很可能在這裏 已經看到尼哥底墓 聽到耶穌上面所說的 叫他要重生 要好像以西方所預言的呢 就是要清水潔淨 然後有新的靈 新的心在裏面 他覺得呢 這個是沒什麽可能的 然後呢 很可能在這一刻呢 他也都在這裏想 耶穌當時 當時尼哥底墓多少歲呢 我想他五六十歲了 所以我叫他做德高望重 但是耶穌呢 耶穌是三十歲出頭 剛剛出來傳道 是個年輕人 而且耶穌不是什麽有名的傳道人 耶穌是拿撒瓦鄉村出來的 一個鄉村的傳道人 雖然他能夠行到神跡 但是始終呢 他都是一個很年輕 初初出來的傳道人 可能尼哥底墓的心裏面會想 耶穌有什麽的權威和資格 能夠說服我 他所說的事呢 是真的呢 耶穌看到他的心 耶穌就告訴他 我是從天降下的 十三節 我從天降下 但是呢 我仍然還在天 我從天降下 我就是人子 我是人 但是我營救在天 就是我仍然還是保留我神的身份 所以耶穌在地上 他不是 地上就變成人 回到天上變成神 未下來地上他是神 下來地上就是人 不是這樣 耶穌是亦神亦人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查過的 他同時間是完美的人 亦都同時間是完美的神 而且他告訴尼哥底墓 是沒有人升過天的 除了耶穌在天上來 所以他升過天 他舊約也都來過地 舊約耶穌都存在的 所以他也都升過天 也都來過地上 只有一個人能夠這樣 claim 就是說他來自天上 道成肉身 成為人 但是呢 他仍然還是在天上 因為呢 他是神 所以這就是耶穌的權威 和他的資格 好了 然後到第十四節 耶穌講到這裏 突然間跟他講一件 尼哥底墓應該很熟悉的往事 這個往事就是 當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犯罪了 他們拜偶像 於是他們就被蛇咬 但是神怎樣救他們呢 神就叫摩西 是舉起這隻銅蛇 那些人看著這隻銅蛇 就得到傳遇了 原來這個是一個預言來的 這個是預言 將來呢 有一個人是要被掛在這個架上面 就能夠為人帶來救恩 所以很明顯這個呢 是預表主耶穌 那麼耶穌在這裏呢 就對尼哥底墓 是說了一個預言 預言就是還未發生的事 他讓尼哥底墓知道 有一天 人子也照樣會被舉起來 我敢擔保你 尼哥底墓是不知道耶穌在說什麼 沒有一個門徒知道耶穌在說什麼 耶穌這裏發出一個預言 就是三年後才會發生的呢 就是人子會被舉起來 就好像摩西那時候 舉起這隻銅蛇 是讓人能夠因為這隻銅蛇 就能夠是得到救恩 能夠重生 所以十五節說 叫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夠得永生 人子被舉起來 但是信他的人就可以因此得到永生 這就是神拯救人的方法 就是有一個沒有罪的 要被犧牲 來代替有罪的人 來承擔他的罪 一定要有一個沒有罪的人 無瑕疵的高人 一次獻上 就成為永遠的贖罪制 有哪一個人是沒有罪呢 只有主耶穌 只有神是聖結的 所以神一定要成為人在地上 才能夠完成這個救恩 為什麼這樣做呢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的神是公義 和慈愛並存的 他不能夠單是慈愛就說算了 他不能夠單是公義 就說罪的公介就是死 我們全都要死了 他公義與恩典是並存的 怎樣並存呢 就是因為十字架 十字架是恩典和公義的匯合點 第十六節我們很熟這次經文 整個救恩是因為神的愛在後面 神本來可以放棄我們的 祂可以重新再做過別的人 但是神愛我們不因為我們犯罪而放棄我們 神愛世人將獨生子 就是第十四節講的人子是賜給我們 賜給我們怎麼賜呢 就賜給我們是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祂的 就不致滅亡 就反得永生 這個其實是耶穌已經解釋了 給年哥底部聽 就是神為人做了些什麼 將會為人做些什麼 然後人是怎樣可以 是拿著神給我們的恩典 就能夠得到救贖 能夠是重新有這個新的生命 這個贖靈的生命 能夠和神的國有份 是怎樣呢 其實耶穌在這裏已經是發出了預言 說了給年哥底部聽的了 好了 年哥底部明白不明白呢 一定不明白的 那不明白他當時有沒有接受呢 就是說年哥底部有沒有信住呢 如果你說當時有沒有信住呢 我可以告訴你當時他沒有 而且他可能離開的時候 心裏面還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他不是完全明白的 但是他有沒有對耶穌所說的 特別是當耶穌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你這樣都不明白 怎會有一點點諷刺的意義呢 他都沒有是生氣了耶穌的 他回去還一直在思想耶穌所說的 但是他未能夠當時接受 耶穌也都沒有逼他當時要接受 這個給我們的傳福音的教訓就是 有時候我們傳福音我們不用 對方不是馬上接受呢 我們就覺得很隨喪 不應該這樣 對方不接受呢是應該的 因為我剛才說話呢 我們都是死在罪中的 死人死人是聽不到福音的 死人是不明白福音的 神之前我都在一晚的查經我都講過 我們只能夠信耶穌就是神的恩典才臨到我們 在我們未接受主之前 恩典已經臨到你和我呢 是叫我們的靈魂是復活過來 因為我們才會聽到神的聲音 所以重生呢 是要神先在你和我的身上 行一個神跡 讓我們聽到神的聲音 認識他 也都認識自己那個無望的境況 然後呢 我們就願意是來到 把我們的罪給過主耶穌 幫我們背起我們的罪 這樣我們就能夠重生了 你覺得當時沒有這樣的背景來明白的 他什麼時候會明白呢 我們看到一項福音裡面 還有兩段記載呢 就看到他的得救呢 就是在一個沉渡的過程當中漸進的 人得救有兩個方式的 有些人是馬上得救的 好像保羅那樣 當他在大馬式的路上 還在蘇羅的時候大光照他 他跌了到地上 天上的聲音跟他說 他馬上就認識神 知道這個就是他逼救的耶穌 他馬上就得救 這個是一次馬上得救的 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 但這個我覺得是少數 我覺得是少數 反而呢 如果有人我跟他傳福音 他馬上接受呢 好像這麼容易的嗎 我都會有少少懷疑和有少少經據 就說你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想打法我啊 所以你就說你接受啊 大多數人呢 都是需要經過沉渡的過程 沉渡就是你殺了種 是慢慢呢 這些種子呢 然後才會發牙的 即是不會這麼快去呢 就馬上就信主的 這個尼國底母 我相信他當時是不信主的 但是到了第七章的時候呢 當這些法利賽人呢 真的很想脫掉這個耶穌呢 就開始在這裡 大家在這裡商量 怎樣來捉他 你捉人要有罪名才可以 於是他們就想 怎樣安些罪名呢 是讓他們有個借口呢 就來捉拿耶穌了 但是尼國底母呢 是怎樣跟他說呢 他說 你們不明白啊 你們如果不先聽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難道我們的律法就這樣定了個罪嗎 即是我們可以安些罪名出來 而你不先去了解他 有沒有真的說過這樣什麼 這個是不是真的他的意思啊 你要有證據你才可以捉他啊 你沒有證據 你從來都沒有跟他聊天 這裏裡面 也有意思就是說 我就知道了 我跟他聊天 我知道 他在說的是什麼 雖然我不是完全明白 但是呢 他們 安他的罪名呢 尼國底母知道呢 是強行做出來的 尼國底母在這裡 要提醒他們呢 就是說 你應該先跟他聊一下吧 你真的有第一手的見證 你不要只是安出來 三百做或者聽別人的告狀 你要自己去啊 這樣 當他這樣跟耶穌辯護的時候 那些人呢 就怎樣說呢 你是不是都是跟他加利利來的啊 就是是不是他家鄉的人啊 你是不是幫他啊 他們呢說 加利利是沒有出過先知 這個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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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拿先知就是加利利人啊 這個他們錯的 第七章呢 他們是 尼國底母呢 就 一路在這裡思想呢 就叫他們呢 要去聽一下耶穌怎麼說 但是他在這裡呢 他信了沒有呢 我相信他都還沒信的 還沒信的 好了 到了十九章 十九章 十九章這裡說 那些事以後是甚麼事呢 這些事是甚麼事呢 耶穌被捉拿 耶穌被審訊 耶穌被定罪 耶穌上十字架 耶穌被埋葬 就講到這事呢 這個阿里馬太人約失呢 就來領了耶穌的屍身 然後呢 另外一個人就出現 就是這個尼國底母了 尼國底母呢 就是以前晚上來找耶穌那個 尼國底母呢 先前夜裡去見耶穌 戴著抹藥和尋香有多少 一百斤啊 可見尼國底母是挺有財力的 很有錢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為甚麼他帶這麼多香料 來告耶穌呢 那你要想一下 那耶穌剛剛被釘死 迫害剛剛來到 那些法利賽人 那些羅馬人 當時很緊張的 是迫害那些門徒 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呢 這個是甚麼的所謂呢 我覺得這個呢 是一個勇者的所謂 這個勇者當時信了耶穌沒有呢 我相信他是信約 我相信他在這個時候呢 是認識到耶穌是誰 真正明白耶穌之前所說的事情 所以呢 他從這裡開始呢 他就是跟隨耶穌的人了 因為他是公開地 來做這件事呢 就是告訴所有的人 我跟耶穌是在一起的 我是慶祝耶穌的 我不是當他是一個罪犯的 那這個他可能會受到迫害的 但是他都願意 有這樣的決心的人呢 你說他是不是只是 聽一下耶穌說很好奇 就不信耶穌呢 我相信這裡是證明了 他真的信耶穌 那我覺得那個轉類點在哪裡呢 他到甚麼時候才認識耶穌呢 那轉類點呢 你記得耶穌被釘十字架呢 就在十字路口那裡 在市場旁邊的 是公開地行凌的 讓很多人看到的 所以耶穌在十字架呢 是很多人看到的 我相信是包括在 包括這個尼哥底母 都看到耶穌上十字架的 當他見到十字架上面的耶穌的時候 你猜他會想起耶穌跟他說過甚麼呢 我相信他一定會想起耶穌說到摩西在抗野舉蛇 人子也要被舉起來 人子被舉起來呢 就叫一切信他的呢 就可以得生命 他一定是聽回這一段的話呢 他會突然會明白耶穌會上十字架 上十字架就像摩西舉蛇 那樣要醫治的人 耶穌去醫治的人呢 是叫死人能夠復活 是叫人能夠得生命 所以第三章十五節說 叫一切信他的呢 都能夠得永生 原來呢 人要和神的國有份 你要有這個熟靈的生命 有這個永遠的生命 這個永遠的生命呢 是要因為耶穌基督 也要釘十字架 完成了救恩 然後我們才能夠有這個永生 所以耶穌跟著十五十六節所說的呢 這個尼古底母當時一定會明白 於是呢 他即刻全部的東西串埋了 耶穌所跟他說 大概三年前跟他說呢 人怎樣能夠和神的國有份 是要重生 人的怎樣能夠重生呢 就是神相生命是治過給他 用水來結淨他 和他換心 讓他是真是一個新的生命 這個新的生命呢 是要神犧牲他自己的生命 來幫我們交換的 這個就是他們一向獻祭的意 在裡面 是要有人代罪的 不是就這樣罪 就說算數沒事的 因為我們的神又是公義 又是慈愛的 好了 尼古底母有沒有得救呢 在這一刻我相信他得救了 是耶穌上了十字架之後呢 他就得救了 在教會的歷史裡面是有一些傳說 因為尼古底母在十九章之後就沒有出現過 但在教會的歷史裡面呢 就有說尼古底母真的開始跟著耶穌 不再是躲起來了 好像那個墳墓給他那個阿瑪利那個那個有錢人呢 再沒有收起來了 他公開出來呢 是承認他跟耶穌是在一起的 即是有了勇氣 好了 我們講完這個教會歷史上面 是說尼古底母因為他跟著耶穌 他晚年的時候呢 他是要放棄了一切 放棄他的地位放棄他的財富 是他有相當坑坑的晚年 是歷史上是記載他的女兒 是後來講出來呢 是他後來是怎樣 他要被迫要離開的議會 他不再是有權有勢 他是為耶穌亦都犧牲了 他在地上的地位和財富 這個是野史 即是在教會歷史上這樣相傳 聖經沒有說 我們只能夠是看這些野史 就是有這樣的可能 好了 我們今晚就查到這裡 希望你明白耶穌所說的整個救恩 耶穌在這裡是說得臨來盡次的 好了我們一起來對低頭祈禱 希望我們感謝你 直至主耶穌和尼哥底母的談話 是讓我們認識到神所賜給我們的救恩 是怎樣的一回事 神我感謝你 因為你看到人是沒有辦法自救的 因為一個已經是死了的靈魂 是沒有辦法可以是重生的 重生一定是要神將這個新的生命 是賜給我們的 所以耶穌是清楚解釋給尼哥底母聽 是怎樣的 所以當尼哥底母看到掛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穌的時候 他就明白了耶穌當晚和他所解釋 我們感謝你 我們今天也可以透過耶穌向尼哥底母傳福音 我們能夠真是明白這個福音的真體是怎樣 所以這個在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只是殺種 你是叫我們殺種 因為叫他生長的是神自己 求主你幫助我們叫我們也有這個全福音的熱誠 我們願意把道的種殺出去 求主在我們殺種之後 你做叫他生長賜生命給他這個工作 我們感謝你 願意我們同工也將獎賞給我們 感謝你給我們這一段查經的時間 我們祷告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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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